1 2 3 協助弱勢成交商 納入紓困補助 NBA今天也傳出無限期停賽了 因此而影響許多運財的生技 今天記者Misha來到立委張亮萬間的服務處 對 我想今天NBA宣布了這個 他的重要賽事停賽了 那彩券公會之前就來陳情說 他們其實三月的業績已經掉很多了 那我所瞭解的是NBA的賽事的投注 是佔他們的投注的超過一半 所以我想對他們的運動彩券成交商來講 是雪上加霜 那其實我在昨天的這個體育署的 運動產業相關的質詢裡面 就要求體育署長一定不能等閒四肢 那一定要有態度 態度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像中職要不要延後 然後日子寒子他們現在的問題也都延後了 那棒球籃球現在NBA也都停了 這個是國內年輕人比較會去投注的 關注的賽事 那會影響到他投注與否 如果都停了 那這些受害的不會只有我們的球迷 受害的是這些簽註站 他們本來靠這個維生的這些弱勢戶 他們沒有簽註了少了八成九成的簽註額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要求育署必須在3月25以前提出來專案報告 就是說一定要將這個紓困的方案 他們這次在紓困方案裡面提的預算都被行政院打回來 那我看了他們的紓困方案裡面也沒有包括運動產業相關的 他們都把它推給經濟部 所以我覺得這不對我們要求他成立一個窗口 最主要我們運動彩券就是要靠運動賽事標的才能販賣彩券 那如果說萬一我們現在都知道今天剛開始 美國也宣布有球星確診新冠病毒 所以開始無限期的停賽 那義大利甲籍足球聯賽還有各國的網球公開賽 陸陸陸續續日棒美棒這個奧運六搶一等等的賽事 陸陸續續都如果都停賽的話 這樣子等於是我們券商是沒有銷售標的可以賣 那不像一般的行業如果說客人減少的話至少他還有收入 我們是連客人如果上門我們是連產品都沒有辦法賣的情況之下 我希望體育署能像我們國家在這次防疫口罩上面超前部署的概念 不要說沒有說來這個紓困裡面沒有照顧到我們成銷商 那導致最後成銷商不堪這個虧損來倒閉 這是我當理事長不樂見的一個情況 那因為我們本來我們運動彩券的一個管銷費用 我們當初我們103年的時候我們就有一個0.5的一個備償機制 那就當危險發生的時候可以拿出來使用 那我呼籲體育署因為還沒有制定辦法 就是我們可以自給自主 那在這個0.5%的部分 我希望體育署能盡速的擬出辦法 來讓我們的券商都能來使用這0.5%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一個危險概念的提搏 讓我們度過這一波的疫情 謝謝 好謝謝今天立委跟理事長給我們的一些答案 在今天的記者會當中立委及理事長 表達了台灣一千多家運產行所面臨的困境與問題 也希望能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視 並給予相關的補助及方案 記者廖宇軒 陳文旭 台中報導 謝謝 我 jakie音樂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